苗栗枯穷 台湾希腊病首例 收入部分可以留一点 比如10%收入就可以增加很多 不必要全部上缴中央 财政部发展出一套 现实财政的预警指标 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督导 监督的体系不是没有 没有好好去执行 台湾万幸希腊病该怎么医 应该把所的替代率把它降低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提拨率应该把它提高 我们的费率非常低 2026年估计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 会占板子42年 也许延缓退休年龄 请锁定星期天 财经新世界 台湾希腊病解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